瑞芳区吉安里内有一位80多岁的长辈 因为无亲无故也没有地方住 差点成为游民 吉安里长谢永昌特别找到善心企业 以及瑞芳狮子会等等 为这位长辈集资打造一处爱心屋 这位80多岁的老先生早年在社交亭工作 因为无亲无故年纪又大了 身无分文的他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 里长谢永昌表示 在得知这个状况过后 便想办法没合地方三星企业 以及瑞芳狮子会集资 大约40多万元打造这一处爱心屋 来暂时安置这位老先生 提供给目前我们里内有一个独居老人 叫做周国夫 我们提供给他来做一个寄住 那我们希望这个爱心屋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就是给我们里内有需要的人来做一个使用 爱心屋已经完成 老先生也已经安置在这 里长今日也带瑞芳狮子会伙伴前来 爱心屋关心一下这里的生活状况 可以看到房子空间虽然不大 但是冷气厨房位置设备等等该有都有 要四十几万 听说一个冷冻厂的老板他出了二十万 然后我们那个局存显示 易销的第六大队长 他出了十万 所需还限十几万 那么就是那个我们师兄 黄金城师兄跟我们讲了之后 我们是会集资十万 来帮助社会上有需求的地方 虽然空间不大 大概只有六坪 但是里面我们包括就是现在水电都有 然后就是也有电热水器 那包括就是整个空间上是还可以 新闻商表示 这个爱心屋几何大家的善心一举 目前先安置这位老先生 未来爱心屋也会用在景南救助方面 希望可以照顾更多的困苦朋友 让社会多一份爱心 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下来我们下来的老板长报道